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面请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 今天上午在广东省深圳市隆重举行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韩正出席大会 大会在国歌声中开幕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他指出 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 长期以来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大力支持下 各经济特区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 是建立经济特区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的省份 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 如今的深圳经济特区生机勃勃 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磅礴伪力 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向经济特区广大建设者 向所有为经济特区建设做出贡献的同志们 致以诚挚地问候 向各位来宾 向关心和支持经济特区建设的国内外各界人士 表示衷心地感谢 习近平强调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 党中央关于新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 是完全正确的 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 而且要办得更好 办得水平更高 深圳等经济特区40年改革开放实践 创造了伟大奇迹 积累了宝贵经验 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特区建设规律的认识 一是必须坚持党对经济特区建设的领导 始终保持经济特区建设正确方向 二是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通过改革实践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三是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 坚持敢闯敢试敢为人先 以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围 四是必须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 不断提高引进来的吸引力和走出去的竞争力 五是必须坚持创新式第一动力 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主动权 六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汇集人民群众 七是必须坚持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 使法制成为经济特区发展的重要保障 八是必须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九是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基本方针 促进内地与香港澳门融合发展相互促进 十是必须坚持在全国一盘其中 更好发挥经济特区辐射带动作用 为全国发展做出贡献 以上十条是经济特区四十年改革开放 创新发展积累的宝贵经验 对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必须倍加珍惜 长期坚持 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强调 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从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大局出发 落实新发展理念 仅扣推动高质量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 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 改革不停顿 开放不止步 在更高起点上 推进改革开放 推动经济特区工作 开创新局面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 深圳要建设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城市范例 提高贯彻落实 新发展理念能力和水平 形成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扩大开放新格局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丰富一国两制 事业发展新实践 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这是新时代党中央 赋予深圳的历史使命 一要坚定不移 贯彻新发展理念 二要与时俱进 全面深化改革 三要锐意开拓 全面扩大开放 四要创新思路 推动城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五要针抓实干 建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六要积极作为 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习近平指出 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 经济特区建设40年的实践 离不开世界各国的共同参与 也为各国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分享了发展利益 欢迎世界各国更多地参与 中国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发展 构建共商共建共享 共赢新格局 习近平强调 经济特区处于改革开放最前沿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 有着更高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经济特区要坚持 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上 都要交出优异答卷 习近平指出 40载波澜壮阔 新征程催人奋进 经济特区的沧桑巨变 是一代又一代特区建设者 拼搏奋斗干出来的 习近平最后说 在新起点上 经济特区 广大干部群众 要坚定不移 贯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 拥抱 拥抱 闯的精神 创的尽头 干的作风 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 努力创造 让世界刮目相看的 新的更大奇迹 今天上午 我是在市委会议中心 组织收看收听 深圳经济特区 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的重要讲话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总结经济特区建立40年的成功经验 对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发展 做出了一系列科学部署 为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推动经济特区工作 开创新局面 指明了方向 我市的党员干部表示 将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指引 发扬敢闯敢适敢为人先的特区精神 在经济特区发展的新起点上 全力拼搏 奋勇向前 市委 市人大常委会 市政府 市政协 各套班子有关领导 在场收看 改革开放40年来 汕头特区从最初的1.6平方公里 扩容到市域全覆盖 2199平方公里 昔日的省委国角边陲小城 发展成为开放繁荣的 现代化滨海城市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汕头将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继续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路 为推动宽领域多层次 高水平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做出汕头贡献 总书记在这次大会上提到 要改革不停顿 开放不止步 在更高起点上 推进改革开放 推动经济特区工作 开创新局面 作为市委机关的党员干部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 嘱托 感恩奋进 用闯的精神 创的镜头 干的作风 努力为新时代全面扩大开放 做出特区人应有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 讲话中 为接下来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发展 描绘了更加宏伟的蓝图 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要求 身为宣传系统的党员干部 接下来我也将结合本职工作 始终牢记总书记的 嘱托 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努力和前进 为加快上逃经济特区发展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市值各单位党组织 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发托 发托特区的精神 发挥桥乡的优势 仿华为人先 港闯港市 坚持改革不停顿 开放不停步 新丹丹 新作为 风雨无阻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 汕头桥乡的优势 积极创新 主动作为一往目前 邻居全球的青年华侨 一起共同投胜于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的新的伟大建成之中 我是80后的青年 是与汕头经济特区 共同成长的一代 作为青年党办干部 我们将按照总书记的要求 努力提高年轻干部的 七种能力 坚定理想信念 更新知识观念 掌握过硬本领 为汕头走出改革发展的新路子 为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 贡献青春力量 今天上午 市委各部委 市职各单位 市各人民团体 中职和省持住善有关单位 各区县也分别组织干部职工 收看收听 庆祝大会 大家对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 讲到的经济特区建设发展 取得的巨大成就 感同身受 对再创特区发展新辉煌 充满信心 龙谷区作为汕头经济特区的 发祥地 当年的特区建设者 以杀出一条血路 赶床 感冒 赶拼的精神 在一片荒芜沙丘上 以开发一片 建设一片 投产一片 获益一片的滚动式发展模式 推动经济建设规模 不断扩大 如今 龙虎区已经从 昔日龙虎村旁的荒芜小沙丘 变成今天的汕头市中心城区 核心商圈 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城乡环境不断优化 交通建设逐渐健全 经济社会发展 成效显著 汕头经济特区早期建设者 对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前化 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广大党员干部更坚定了 在更高起点上 推进改革开放 推动经济特区工作 开创新局面的信心 我这一辈子 大概一半时间在特区过过了 所以我深深地体会到 发展是硬道理 总书记他这个重要讲话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他来肯定了 这个特区建设取得的 伟大成就 他肯定了党和人民 主导地位和主体地位 总结了我们特区40年 特别是深圳特区的 这个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 是向全世界 召示了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 永远不会停步 干事创业 敢干港创造的精神 这是上头特区留下来的 一个底蕴 我们应该在原有的基础上 抓住目前这个大发展的机遇 上头近几年的发展 是有目共睹的 联系农府的发展 我们充满信心 充满期望 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离不开这种 敢闯 敢试 敢为人先 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 的一个传承和发扬 那么我认为我作为一名刚刚回 汕头工作的青年 我应该也要通过发扬这种精神 去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和努力 为汕头经济特区的发展 注入生机和活力 郑大康地集团 汕头城海有限公司 是郑大康地集团的分公司 也是我是首家外资企业 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 从特区发想地 龙虎区起步 并不断发展壮大 目前开发生产的 秦畜水产饲料系列产品 多达一百多个 站在经济特区建立 四十周年新起点上 郑大人有着更强的信心和干劲 我们深受鼓舞 我们郑大康地作为 中国第一家外资企业 应该说是伴随着 我们特区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 通过这一次讲话 我们更加坚定 改革开放不动摇的信心 也更有干净 我们今天站在 特区建立四十周年 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以创新求发展的这个理念 把我们企业做强做大 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 是我国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 以华侨为核心概念的 国家发展战略平台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在华侨试验区党员干部群众中 引起强烈反响 大家对经济特区四十年 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振奋 对经济特区再出发的光明前景 充满信心 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的 必须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 不断提高引进来的吸引力 和走出去的竞争力 这条经验呢 我们觉得对华侨试验区来讲 是非常的重要 下来呢 我们将认真来研究 如何贯彻落实好 这条宝贵的经验 积极打造局务华侨华人 创新发展的平台 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 将进一步擦亮桥字招牌 不断优化试验区的空间规划 和产业规划 主动融入广东省 义和一带一区 区域发展新格局 深入推进深圳汕头深度协作 发挥优势 找准定位 突出特色 着力构建全球华人华侨 聚集发展创新平台 海内外桥商朝商 投资创业新热土 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新高地 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我们也是以桥和朝商文化 作为纽带 吸引国际国内的朝商师团 入驻山头 以及世界各地的朝桥企业 落户山头 我们把项目 作为华侨试验区 一个招商的窗口 驻草引凤 归草归桥 为特区的再出发 贡献我们保能的力量 在汕头综合保随区 一百多名干部职工 齐聚一堂 收听收看 深圳经济特区 建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 今年三月 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 汕头综合保随区以来 保随区管委会 充分利用汕头综合保随区 和汕头跨境电商 综合试验区的政策叠加优势 积极探索发展 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思想深水 催人奋进 我们备受鼓舞 我们一定要起而行之 用好改革开放 关键一招 重整行装再出发 特别是要发挥好 综合保随区 国家级平台优势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做强规模效益和质量效益 服务权势 高水平开放 高质量发展 位于保税区的 汕头市奥斯博 环保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是一家水处理 设备生产制造领域的 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成立9年多来 平均每年的营销增长 均超过40% 今年公司向中国证券会 递交科创版企业上市申请 企业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对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 是一个注入了新的动力 新的激励 非常的兴奋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对企业 整个对国家的从政策层面 对这个做企业的 尤其民营企业这方面 我们觉得这个前景非常好 今天上午 汕头大学东校区 既亚青会场馆项目 汕头东海岸新城 塔岗维市政项目等 我市各在建的重点项目施工单位 纷纷组织收看庆祝大会 大家备受鼓舞 纷纷表示 将继续发扬 赶闯赶市 赶为人先 来头苦干的特区精神 积极投身基础建设 完善公共服务和公共配套 保质保量完成项目任务 全力提升城市品质 为推动特区建设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当前 汕头以筹办 2021年亚洲青年运动会为契机 大思路 大决心 大气魄规划建设 拓展城市和发展空间 作为亚青会主场馆建设者 中间八局 亚青会项目部 将持续发扬铁军精神 坚持品质保障 坚持跃动根基 为汕头市打造地标性精品工程 助力汕头跨越发展 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 非凡的事业 要靠非凡的奋斗去创造 我们中间三行将以此为契机 继续发扬特区精神 埋头苦干 决尽全力发挥 再善爱善 我为亚青做贡献的作用 坚持信心 努力拼搏 全力确保汕头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按期完工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 讲话精神作为指引 艰苦奋斗 主动作为 为进一步完善 汕头东海岸新城配套事实 为汕头亚青会成功举办 提供有力基础支持 为汕头经济特区发展助力 市委党校全体教职工和学员 汕头大学师生分别收看收听 庆祝大会直播 大家对身处伟大时代 倍感自豪和振奋 大家表示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国家深化改革开放 重大战略部署上来 练好本领 凝聚形成干事创业的合力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道路 吹响改革攻坚的号角 续写春天的故事 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市委党校师生表示 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 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奋力建设活力特区 和美桥乡 月东明珠 我为我能够生活在 这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而感到自豪 下来我们将继续发扬 这个务实创新的精神 趁势而上 奋力拼搏 为我们汕头经济特区的 再发展 天砖加瓦 大家非常激动 备受鼓舞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 总书记的讲话精神 和深刻内涵 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按照总书记 对中青年干部提出的 提升七种能力的要求 不断加强思想淬炼 政治历练 实践锻炼和专业训练 不断提升解决问题 和破解难题的能力 为经济特区的发展 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在汕头大学 总书记重要讲话 引起了教职员工的共鸣 和新形式 需要新担当 互换新作为 汕头大学将贯穿落实 新发展理念 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 做出新的贡献 习总书记的讲话当中 他重点的提到 这个发展是硬道理 人才是第一资源 创新是第一动力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大学来讲 真的是深受鼓舞的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 在这个科技的创新 在人才的引进的方面 我们会有很多的 这个工作可以做 我们会乘着这个冲锋 在这个发扬特区的 港庄港座的精神方面 我们可以走得步子更大 40年来 我对汕头特区的这种 实在踏实的这种精神 我深有感受 那么对于未来 我们发扬这个特区的精神 港庄港杠 港为人先 我觉得对于汕头的发展 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 在汕头大学 修远书院党员活动室 朝气蓬勃的大学生们 被坐在大屏幕前 收看庆祝大会实况 大家表示 一定要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嘱托 努力学习 共同奋斗 为特区建设工作 贡献智慧和力量 改革开放 给予我们更大的动力 所以从我个人来讲的话 要顺应这种时代的潮流 然后积极主动地参与到 这种改革开放的建设活动中 然后不断地加强 自身的那种个人实力 然后为祖国听专家瓦 在这个特区成立40周年之际 我们应该继续加强 开放的进度 然后更好地建设 我们的家乡和祖国 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 庆祝大会 在广大海外潮级华侨华人中 引发强烈反响 他们为中国经济特区建设成就 和祖国繁荣昌盛感到自豪 在祖国建设发展 在经济特区建设发展中 广大海外华侨华人 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 他们纷纷送上最诚挚的祝福 同时表示新系祖国关注家乡 将继续为祖国 为家乡建设和发展 贡献一份侨力 习主席说 华侨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 爱国 爱乡 爱日子的家人 中国的改革开放 中国的发展建设 跟我们有这么一大批 新式双子 新式祖国的华侨是分不开的 我们非常自动 非常感动 这是对华侨华人的充分肯定 在新时代 我们既是发挥投资心业 双向开放的着用 为家乡和中外交流合作 做出新的成绩 我们以前经济的落后 还有文化也跟当时的落后 可是自从中国开放之后 汕头经济特区建立40年来 实际上证明了 中国人的成功 我们希望让我们祖国 祖祭国能够更加防御强大 而使我们海和华侨能够稳定的成长 40年来 汕头特区 从边区小群 建设成为现代化 英海群社 以多丰富的国桥之源 取得了喜严的成果 如今 祖国和街乡的信望进步 是我们足足备备的共同信念 有均存的希望并故意 海外新一代的国桥文员 潮原潮商 站在汕头经济特区 建立40周年 在出发的新起点上 共享汕头发展新机翼 共同报效祖国 为产以美丽幸福新汕头的建设 共享更大的力量 在今秋收获的拒绝里 我们海外华侨看到 经济特区40年来的 累累成果 新潮横伴 无必激动 我们海外华侨 新系祖国 新系家乡 期待特区有更大的春天的故事 林总书记今天要提出来 要继续鼓励引导 党澳台和海外侨胞 充分发挥投资新业 双向开放的作用 为特区做出新的贡献 这是我们海外华人的新业 也是海内外潮人的 记忆和新的起点 只要我们团结努力在一起 我们相信能够发挥更好的奇迹 今天上午 位于小公园片区的文博场馆 也组织收看收听庆祝大会 对于文化历史工作者而言 新时期的改革开放 就是要更好的打好桥牌 讲好汕头开部故事 弘扬桥皮文化 让历史说话用史实激励人们 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开部文化陈列馆 昨天下午总书记来到这里调研考察 了解开部历史 提到了华侨和华侨精神 今天大家又汇聚到这里收看大会 小公园开部区是汕头的核心地域和文化标志 承载着汕头开部的城市记忆 和百年商部的文化地域 和一代又一代海内外潮人的乡愁 而桥皮文化则讲述了海外侨胞的移民史和创业史 展现了潮汕人民在艰苦奋斗中 留下了忠义守信爱国爱家的精神 我们汕头的发展始终是以国家民族的命运 是紧密相连的 开放的基因的特质已经深深地烙在 我们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之中 我觉得我们的特区精神 就是港创港式 港为人先 埋头苦干 作为门博场馆的工作者 大家表示将在未来的工作中 践行总书记的讲话精神 让历史说话 用史实发言 会更好的去做好 关于汕头历史的了解 尤其是从我们汕头开步到汕头主动发展这段历史的一个充分认识 更好的去提升我资深的一个历史素养 并且能够更好的去讲好汕头的历史 汕头的故事 让更多的潮汕人民 让我们更多外地游客也能够去了解潮汕文化 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历史碎片的打捞子 我汕头人民的一个守门人 我们接着我跟我的同事们 跟我们汕头市的所有日爱潮汕文化的同事们 一定会更好的搞好工作 为抢救桥皮文化遗产 弘扬桥皮文化 就是我们应有的努力 40年弹指一挥间 在历史的长河中是极其短暂的 没错 但是对于我们汕头经济特区而言 过去的40年是毕露蓝绿 锐意进取 开创辉煌的40年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面临着新的形式和任务 汕头只有继续市场化改革 坚持实践永无止境 创新永无止境 才能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 在新的起点上走出一条新路 为春天的故事续写更为动人的乐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 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永保闯的精神 闯的尽头 干的作风 经济特区就能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 对全国高质量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 贡献更多新气象 每一句金句都让大家备受鼓舞 备感振奋 充满奋斗豪情 作为新时代的税务青年 在观看了习总书记的讲话之后 我们备受鼓舞 我们定会立足于税收事业 锐意开拓 努力创新 继续续写更多更美好的春天的故事 作为一名年轻干部 我们要有激情 有冲劲 有担当 努力带头改革创新举措 打造最优政务服务环境 关注民众需求 解决民生问题 切实为群众办好事 办实事 我们要继续对标深圳 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 以他们的成果为标杆 不断地来推进我们的政务服务 然后进一步往上全责清单制度 为我们构建市场化 国际化 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做出我们自己应有的努力 我们上头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这个更加僵定信心 采取更有利的措施 来推动前面神话改革 来提升我们上头经济特企 对外的辐射力 红吸力 我们上头作为一个经济特企 要做改革开放的排头拼 要勇于承担起这个改革试验田 和对外开放传口的历史重任 通过高起点的改革开放 来促进上头经济特企的发展 加快建设省业副中心城市 加快打造现代化洋海经济带 重要发展级 来再创我们上头经济特企的新辉煌 今天的上头新闻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关注上头新的微信和微博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 您晚同一时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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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